朋友们大家好 在我们维修电工维修作业的时候 经常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电路板 电路板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电子元器件 很多的电工初学者一看到电路板就头晕 更别提维修了 这些电子元器件都不认识 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交流 学习一下如何快速的入门 看懂电子元器件 上面都是电子元器件的字母代码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D代表二极管 这些是色环电阻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它都是字母加数字的形式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一排是第二极管 像这些是C电容 这些都是大大小小的电容 绿色的这个同样也是电容 像这个橙色的这个 它标明的是ZD代表稳压二极管 每一个电子元器件都是用字母加数字的形式来表示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常用的已经总结出来了 来看一下 R电阻器 RP电位器 RT热敏电阻 RZ压敏电阻 C电容 D二极管 ZD稳压二极管 Q三极管或者厂销硬管 SW开关 X精震 L电感 K继电器 T变压器 LS风鸣器 U集成电路 FU熔断器 硬输入 OUT输出 AC交流 DC直流 VCC正极 DND负极 ANT代表天线 RX接收 TX发射 如果Q代表三极管的话 那么B代表机极 C集电极 E发射极 这些都是常用的电子元器件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 很多的电子元器件都是字母加数字的形式 那么如何读取呢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简单了列取几个 首先如果是R1的话 R表示电阻器 1表示1号电阻器 如果是R11的话 R电阻器 11表示11号电阻器 如果是R11的话 R代表电阻器 后面的第一个数字指的是功能模块 后面的两个数字指的是 同一个功能模块上面 相同元器件的序列号 表示第几个 我们简单的总结了一下 前面的字母代表电子元器件的名称 后面的第一个数字代表不同的模块 例如主板电路 电源电路 反馈电路 等等 后面的数字代表同一个功能模块上面 相同元件的序列号 我们熟练的掌握方法 可以快速的看懂 电路板上面的电子元器件 非常的基础 适合电工初学者 感谢大家的收看